地震或极端降雨 容易造成台湾山区 发生大规模崩塌与土石流灾害 当大量的土砂进入河道 便会足够上游的水流 在土体后方累积大量来水 而形成燕色湖 燕山湖在溃绝过程 它的水流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 没有人知道 因为在溃绝的时候 几乎不会有人在现场 它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灾害 溃绝的水流 它的淹没范围 以及它的洪风量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很希望借由这个实验来告诉大家 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燕色吧 溃绝过程 以及溃绝时 洪水以及土方所带来的灾害特性 中兴大学水土保持系陈述群教授 带领了研究团队在南投惠森林厂南岛西 首创了全球第一座原尺寸 艳色吧馈绝试验场 重现真实灾害现场 南岛西上游 一处面积大约为13公顷的大规模崩塌地 台风期间透过降雨 为试验场带来了丰富吐杀资源 成为了试验坝体堆制的主要材料 为了还原天然艳色吧所拥有的自然夯实条件 试验的土坝在被建造时 每到达25公分 就必须利用挖土机 给予压力进行夯实 一层一层向上堆制 直到完成一座高达3公尺 宽大约为30公尺的艳色土坝 为了要了解溃绝时 在浑浊的水体下 土体被冲刷的情形 对峙八体时 研究团队预埋了三轴感测器 试验当下若感测器受到水流冲刷 资料便会瞬间自平稳 产生剧烈震荡 并能同时得知土体冲刷的时间与位置 了解水下溃口变化形貌 由于艳色把馈绝研究 同步进行了多种分析 包含水位变化、流速、崩塌土方量、水下冲刷等 都需要在同一个坐标系统下 才能被进行讨论 因此利用全测站将所有位置资料 做空间上的同步 例如利用全测站 两侧感测器买设位置 以及水位积位置 霸体堆置完成后 以人工方式在霸体上方画上一米层一米的百线网格 利用全测站量测每个百线网格的焦点 为的是利用每个焦点坐标 作为后续流速以及崩塌土方量计算时的坐标一具 也能更方便有视觉上了解宽度、高度等距离 试验的蓄水时间 大约需要8-10分钟 水流来自上游能高大墩 透过调整闸门 人工造红的方式 作为试验的水源 为了了解霸体内部以及蓄水区水位的变化 使用了压力士水位计 记录每一秒水位高度变化 并且配合河道蓄水区地形资料 可以进而得知溃口流量 由于焰色霸溃绝时 能拥有高大每秒8公尺的水流速度 以及每秒4立方公尺至8立方公尺不等的 红风流量 溃绝伴随的湍急水流 具有极高的危险性 因此在观测技术上 统一采用非接触式的量测方法 在流速的量测上 则使用了影像观测法 在霸体的左右按级上方 共架设了八台不同视角的摄影机 利用保力龙球 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的特性 由霸体上方攻球 在摄影画面中 能看见水上每颗保力龙球 移动的轨跡 获得了球的位置资料后 便能计算出当下速度 为了能够提升保力龙球 位置坐标的精准度 掌握更精确的流速资料 除了霸体上方的 百线焦点之外 研究团队设计了 宽两公尺 长六公尺 高0.5公尺的绿定工具 分别于试验前后 摆放在溃口处 透过两侧上方焦点 获得引致坐标 来帮助熟练保力龙球的位置资料 空拍机的飞行及建模 则是为了记录 及时的崩塌图方量变化 了解在溃绝时间轴下 霸体图方如何受到冲刷与堆积 然而 溃绝是一个变化相当快速的过程 单台空拍机 无法在同一时间下 拍摄多张影像进行建模 因此 利用多台空拍机同步记录 就如同单台空拍机 在同一瞬间对霸体 进行了不同面向的记录 利用多台的空间优势 弥补了只有一台空拍机 在记录时 时间上的不足 由于影像的记录 由人为操作 各部影像录制的起始时间 便存在着差异 为了避免时间上的误差 窥口上方 架设了两处闪光灯 而不定时闪动的闪光灯瞬间 在影像上的速度 约只有0.016秒 因此 当影像上看见同一个闪灯时 即能将影像做时间上的同步 确保各影像存在于 相同时间轴上被进行分析 当我们有这样完整的一套 的实验基础的时候 我们慢慢就可以提更给政府 给当地的居民说 如果在愧绝的时候 你应该要注意到什么 比如是说 它的洪峰量会突然间来到 你可能没有办法撤离 所以你在之前就要如何的因应 这是我们做这个实验 非常大的目的 自然堆积的燕色霸 不比人工燕霸稳固 土体的水流入胜 稳定度随着水位高度的增加 而变得脆弱 溃绝后释放的洪水 危及居民的生命 及财产安全 更改变了天壤河道的样貌 因此 更清楚的了解燕色霸 溃绝特性 成为了屠杀灾害防治的重要课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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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麦p 明星辉软 明星辉转角 明星辉转 shape